大家好,我是龙道 有朋友在问 他说他开了一家店 但是呢,对面别人摆放了一对石狮子 对着他 他说这种该怎么办 我们知道石狮子 它是起到一个正宅和化解这些东西的 那么你正好被他对着 所以说做生意 对客流和自身肯定是有关联的 如果对着家庭的话 那么对家庭的口舌啦 身体啦,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解决方式的话 第一种就是协商对方 如果能搬走是最好的 如果说对方不搬走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化解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挂红色的一个灯笼 那有没有在问 他说挂八卦筋或者是山海症行不行呢 肯定是有一定作用 但是如果石狮子太大的话 他这个能量就比较低 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啊 其次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慧 比如说太乙慧 指挥慧 它是比较好的效果 相当于是高等能量的一个压制嘛 让对方的能量变低 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挂文殊菩萨的这个画像 因为文殊菩萨的坐记的话 就是狮子 就相当于吸收对方的能量为己用 让他不对自己产生一个影响 所以说以上几种方式啊 都是能够解决石狮子 对着我们的一个问题 好的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其他货行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私信评论 再见